库子马谈拒绝为独行侠效力 我已经有总冠军了 不想和一支极欧赛边缘球队打球 之前NBA交易截止日正式结束 在提心吊胆半个赛离之后 不找球员选择的心也是沉了下来 因此很多交易截止日前 不能透露的机密 在这一天过后也是浮出水面 近日棋材队球星库子马就谈到自己之前 险些被棋材交易到独行侠 他说当时棋材总经理找到了他 并表示独行侠想要你去他们那里效力 但是棋材经理拿不定主意 最终将决定权交给了库子马 而他也是果断拒绝了这笔交易 并说到自己的理由 我已经由总冠军戒指了 不想为一支争夺基督赛席位的球队效力 此言一出也是引发了不少球迷的讨论 不少独行侠球迷听到这句话 无疑十分刺耳 毕竟你库子马算打根通 我能到你点评我们独行侠了 而又有球迷客观的分析 库子马还年轻 目前在争夺球权和出入权 拿到大合同的年纪 到了独行侠之后 球都在东西齐和欧文手里 他的数据也势必会下降 球员的职业生涯就这么几年 不趁着现在刷数据拿合同 以后的机会就更少了 又有乐自然调侃道 在七才 每年工资照拿 数据照刷 进不去自由赛 对比独行侠 说不定还能少上一到两个月班 怎么看 他也不会去独行侠效力